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陆克逃跑的现场状况 先点是3号晚间10点04分左右 时间一辆乡行车停土之后 一名拿着背包穿着浅色服装的男性下车 随其快速跑离现场 根据南韩警方表示 这名逃跑男性四多岁来自中国大陆 在仁川机场入境时进行病毒检测 验出新冠肺炎阳性反应 被安排入驻机场附近的防疫旅馆进行隔离 没想到在抵达旅馆时流职大吉 警方指出当时车内共有10名新冠病毒确诊旅客 现场也有检疫人员 但还是无法阻止陆克脱逃 陆克逃跑之后 远警随即开始追捕 后来根据监视器画面 发现最后身影是在距离 检疫旅馆约300公尺的大型商场前面 警方表示 淘宝的陆克可能搭上电车 离开现场 正在全力追查下落 那目前只开放人生机场 让大陆旅客入境 结果在3号当天 280名入境的大陆旅客 有73位被检验出病毒阳性反应 比率约为26% 两天共检测590名大陆旅客 阳性率22.7% 而过去一周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有将近42% 来自中国大陆 东云神江青青 陈上辉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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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